好啦各位觀眾 我是三毛 那這次是我的無課帳號 無課帳號的話目前40等 來到16000的戰力 你們無課可以16000戰力嗎 你們可以 仔細看一下那也順便是算是 要去複習一下基礎版基礎版我有講過一些基礎概念 那我們來講一下一些 基礎一些進階的概念 一些進階的概念好不好 基礎概念的話先首先你們先點選背包 那背包的話左半邊很重要這是未來 如果有玩過原神就知道什麼是聖遺物 其他的遊戲遊戲簡稱也是這邊的簡稱也都是裝備 這個是未來要去刷屬性 刷屬性以及去提升戰力提升輸出最重要的地方 那我今天也有上過一個影片就是我講的進階的部分 進階的部分是影響 影響那個 裝備的屬性的數值 紙裝可以4車星他就有4次可以進階他這4個屬性的機會 4個屬性的機會那你看這一個手套的暴擊被我進階過一次之後 暴擊變成471 在沒有進階的時候 他的暴擊只有大概100多而已 進階的提升的幅度是很高的 所以我才會說刷金石這件事情 台服 台服沒有推出 台服沒有推出我們可以刷礦這件很可怕 你要想一下一件裝備要升 升滿星 是很辛苦的然後他用不給你刷 等於說你只能透過 同屬性同部位的裝備去做升星 好啦 這個扯的有點遠這扯的有點遠反正呢 裝備也是提高戰力的一個很大的部分 除了基礎現在能很輕易拿到的藍裝之外呀 紙裝要怎麼獲得 紙裝要怎麼獲得 紙裝的話第1個獲得的方式是去 打這個所謂的邊境 邊境戰區 邊境戰區他每246會增加一次參與次數 這個很重要 產出裝備最重要的地方除了聯合作戰之外 這也是很重要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的話會建議跟你們的工會成員去打 會有一定的增傷 打的波數越多 跟越強的隊友去打 獲得的裝備就會越好 所以 所以你們記得工會是很重要 加入一個好的工會是很重要的 不時呢就看一下你們的工會有沒有要去打什麼東西呀 有什麼問題呀 工會都是很棒的 工會都是很棒的 好那 講完獲取來源之後呢你就可以看一下我的像紙裝 同樣都是 九等的 同樣都是九等的九等的你看這邊戰力就690 藍色只有400多也大概是差了1.5差不多啦他們的一個品階都差了1.5的戰力 紙裝占了很大左右以及 不要說你打不到紙裝 趕快去打邊境 邊境很容易掉那記得要組 你工會的成員工會大腿去打會比較好 紙裝很重要然後要去強化 那這個強化 強化前面有講過嘛強化的強化模組 第一個的 來源就是要記得去打 爬塔 爬塔 爬一下 爬一下每周會送這麼多白嫖資源去爬一下 也是可以進去裡面磨捏一下技術的地方 那就爬塔講完之後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就是平常有 督促你們應該要去把 金城商店的 藍色 我就不會講錯了 藍色的金城去把這個強化模組跟進階模組買完 那之後還會推出一個金幣 藍色的是這樣子 藍色是這樣子 那紫色的 紫色的是拿來刷紫色裝備 那刷裝備的話 盡量去把全身用完紫色之後呢 開始去刷手套跟鞋子 手套跟鞋子才會有隨機的屬性暴擊跟攻擊 其他就會比較隨意一點 那影響攻擊的當然就是暴擊跟攻擊 暴擊跟攻擊 手套跟鞋子最重要這件事情要剛好要理解一下 然後進階的部分的話也盡量去把 手套跟暴擊去進階嘛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強化裝備的話盡量去除了把鞋子跟手套強 強化滿之外啊 強化大師這邊有一個強化大師右下角 盡量把你的整套啊 整套的話平均在5跟8 用上去這樣子 5跟8用上去我這個戰力還可以再升一點點 5跟8的那個什麼 5跟10的8件套 強化大師的強化效果我還沒有啟動 我還沒有啟動 強化大師的話還可以更好 這個就是進階版 裝備比較詳細的講法給大家聽 對我講錯了 好那裝備講完的話 我們來講一下那個 武器 武器 前面有講過搭配了嗎 那你們會發現我的武器的話就 奶杖是因為我的破盾已經有鐮刀了 所以我就先拿奶杖來玩 趴塔會比較好用一點點 因為我破盾就是主要鐮刀 那個撇開不講 你會發現我的所有資源 星數啊 都會集中在前面幾把 我不會去分戰說我今天好想要玩雙槍 我就去 換雙槍 不會 我的武器的話 我會去把黑四柱金 我的冰弓 我這邊的冰弓黑四柱金 我換了兩次 自旋也換了冰弓 集中在 同一把武器 我才會說早早把你的一把武器 煉滿星數 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你這樣的傷害才會高你的戰力才會高 才不會刮殺傷害這樣子 OK那星數講到這邊 然後要講一下你們武器的話盡量不要超過四把 如果你真的超過四把沒有關係啦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你之後啊 在45等 我們現在是40等 你在升級的時候會發現這個材料很缺 這個材料很缺牽涉到什麼問題 牽涉到說 你 平常在打副本的時候 因為這個副本的問題太多人問了我也一起把他講完 副本的部分 我也是講完這樣子 副本的部分的話會推薦你們去刷 三星星界 探索就是簡稱星門 建議你就是去刷三星的星門這樣子 那星門要怎麼去看稀有度我們都會說一星二星三星嘛 一星的星門就是只會給三個材料 前面只會給三個材料 那我們去 偶爾看公會頻道之外啊也去看一下招募頻道 像這個 招募頻道三星的就會給五個材料這是最棒的 目前來講材料會給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三星星門或是甚至二星星門都可以去蹭一下 除了材料比較多之外他有機會遇到裡面的一個隱藏boss 打完星門不要立刻退掉等系統幫你踢出去再說 遇到隱藏boss可以拿到一金盒 所以說在高星數的星門推薦度會是最高的 會是最高的 那其次就是我們講的聯合作戰 聯合作戰可以去刷紙裝啊 紙意志啊 下一個等級又會開放金意志 還會開放金意志 然後又會開放金意志 再下一個等級 所以遊戲什麼時候開始 50等開始才會開始有金裝可以讓你去玩 這個換塔 前面50等算是 入門款 50等之後又會是另外一個世界 這樣子包含我講的什麼金鑰匙啊什麼的 這些 都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新門 跟聯合作戰你都不想刷或者是 體力不夠 或者是沒空刷會推薦原能性標 原來性標這個玩法就是很簡單 去掃蕩把你的體力掃蕩進去30個 30個換一個性標 然後等24個小時之後再把性標收回來就會獎勵 這個獎勵這個順序在新門跟聯合作戰的後面 那最不推薦刷的就是前期 不推薦刷 金幣 跟次元應鏈 這樣子 這兩個不推薦刷 前期給的材料太少 那次元應鏈會比較推薦拿去刷助力點 我講過嘛副本可以拆自動 次元應鏈刷助力點很快 10分鐘就刷完了 然後金幣 就是你看喔 會越開越高 你越前面刷越浪費 越前面刷越浪費 浪費這樣子 那武器講完了嘛就是盡量不要練超過那因為後面會缺記得要去刷 先預備起來 明天會開放42 後天開放44 材料先預備起來 不然會很缺 像我這樣就缺了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講一下 意志 意志的部分的話你們要把握一個原則以及就是我現在進度會一直在變 那給你們做一個參考 像是我現在的冰宮 是去做一個配配套 配配套會從哪裡來 配配套會從我們的那個 冒險筆記這邊出現 冒險筆記這邊你只要打滿了7張就會獲得配配套 那艾哥套的話是從我們的意志器從這邊拿 意志器會送這個 艾哥套 那配配套跟艾哥套的話 適合的武器是分別是這樣的 冰宮大家都有 冰宮的話就是用配配套 因為冰宮除了是增傷之外 他也是一個充能武器 什麼叫做充能呢 充能你在這邊有看到S S的充能 充能是代表說他可以讓其他的他的攻擊 會製造出聯西就是大招 大招技能的速度 那他在切換冰宮除了增傷之外可以幫你的其他武器充能 充大招 充完大招之後立刻切別人 好 立刻切別人 有沒有聽到這個關鍵詞 立刻切別人 那我現在的主要輸出 另外一個輸出叫做鐮刀 好不管你什麼輸出都可以 那你的另外一個輸出會建議用艾哥套 艾哥套在切換大招的時候會獲得80的武器充能值 雖然這個感覺沒有很多 但是目前來講這兩個免費白嫖道的 套 一支套的話 配配套給冰宮 然後 艾哥套給 那個鐮刀 那你們玩到現在的話基本上都會有一兩個精液制 一兩個精液制會建議你們 就配合 三件紙裝配一件金裝這樣子 那金裝本身的你認真看 金裝本身的攻擊 跟紙裝的數值 明顯差異上大概差了1.5倍到2倍 包含戰力也是一樣的 你認真看的話他們是有差的 所以全身換成金裝是很重要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平民玩家 三子一金把握這個原則 因為紙裝也要三件套層的觸發 這樣子 那其他已經過度的 其他已經過度的 其他已經過度的話 就是拔給你第3把武器 第3把武器通常會是破盾或者是輔助輸出這樣子 基本上是這樣 玩法是這樣 那如果已經 比方說假設好了 假設好了 已經不要的 益智的話你可以把它吃掉 你可以把它吃掉這樣子 然後平常就要記得去多開開寶箱 要不然益智的材料 後面也是很缺 後面也是很缺 平常叫你們開寶箱或者是益晶裡面的寶箱 這個都很缺 不止金幣缺啊 益智也缺啊 然後5技進階的也缺啊 嗯好 那益智講到這邊 益智講到這邊 好那再來 最後是什麼 擬太吧 擬太其實已經講過好幾百遍了 記得要開這邊嘛 然後盡量去刷冰弓 如果沒有冰弓就刷他雙槍 如果雙槍再沒有 不可能你自選沒有選冰弓那是你的錯 這樣子 大家記得去喚醒他多送一些禮物 那你看我現在已經快要4000了 這邊的話 原本是0.5%的攻擊 這邊刷到4000又0.6% 傷害又是提升了 這樣子 這樣子 OK 好那基礎的前面的戰力講完給你們參考嗎 我的裝備長這樣 武器長這樣 然後 擬太 還有意志也是長這樣 然後擬太是長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其實也有牽扯到元氣嘛 我在元氣在打架的時候啊 我會切這一套 我會切 烤恩特 加上飛彈 這樣子的話就是會有輸出 這些東西都可以幫你輔助輸出啊 再去打他們這樣子 有沒有 他是有輔助輸出的功能 那這樣子的話 元氣就很重要 那講一下烤恩特 這個是平民生氣啊 再怎麼樣你進來去把他去做一個元氣 把他升星 升星除了在二星的時候會增加20%最終傷害做一個直變之外啊 很多SR的元氣跟SR其實基本上都這樣 元氣升到四星的時候都會有一些傷害加成 不上陣也是會生效 像他是降低火傷嘛 然後多重飛彈是增加1.5%的物理傷害 這個都是不錯的 而且多重飛彈跟烤恩特的入手方式其實是不錯 很簡單 好那這邊牽扯到一個概念就是很多人一直在問說機械手臂去哪裡拿 機械手臂去哪裡拿來源很簡單啊 你們在這邊的 福利這邊 新手活動 新手活動這邊的話會有那個 送的自選的SR碎片 SR碎片 他這個已經送完了 只要湊滿20個碎片就可以把機械手臂給合出來 那合出來之後如果有多的碎片可以拿去換烤恩特 這樣子 好那 這邊的話如果你已經領了其實記得你要在寶箱檢查一下你要對你的背包很熟 背包裡面其實都會有這種寶箱 你去看一下你的寶箱有什麼東西沒有開 這樣子 還有金翼智啊 金翼智啊 可能有些人沒有金翼智你們要去注意啊 金翼智要去抽掉了 因為沒有辦法就是說 限定卡池的翼智是不會去 一般的金翼智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金翼智早點抽掉提升你的戰力很重要 那這個專是進階篇 那如果還要再跟進階篇就是晚點去打塔 做一些戰鬥示範這樣子 好啦那5克的16000的戰力大概分享到這邊 有任何文 有任何問題 歡迎留言討論就這樣子 這樣就這樣子